關心妍以一身性感DV紅群現身 就是為了宣傳她的新歌 早前她化名C12在網上發表歌曲 但俗語也有說行不改名助不改姓 為何她要用C12這個名字來推出新歌呢 用音樂去將一些社會很有爭議性的話題去講 例如越來越正常 說我們很正常做一些不正常的事 一些妥協很多輕生自殺 所以以C12的身份好些 因為如果關心妍突然間由晴哥變成做到很像社會性或者爭議性 那件事可能未必一時間那麼接受 阿J說雖然題材敏感但老公都一樣支持 不過阿J曾經揚言說想生寶寶 那會不會因為工作太忙而打亂生育計劃呢 都會同時間一邊做 即是何時有就何時做 音樂這個都是籌備了很久 然後現在才出的 所以其實兩樣都沒有影響 明白 阿J在發佈會上面收到公司送價值七位數字的鑽石項鏈 他就說今次老公真的輸了 因為老公都未試過送這麼貴重的項鏈給他 所以自己都覺得好驚喜 娛樂新聞 嚴崇天報導